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叫它流入市场 回到咱的名声 咋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 消失近千年的角台词 也叫君子词 母男它不是画上去的 画为是内外相通 孟子月君子本色比熬理工艺 比喻它像君子 君子瓷号称瓷器之王 是中国瓷器瓷上最神秘的一个品种 在宋代的时候是皇家的运用古品 北宋南迁以后有个战乱消失了 从此历朝历代就再也没有人能烧住出君子瓷来 90年代从学校毕业以后 第一副工作 摇卤工 烧了两年多摇以后 那个厂就倒闭了 我想去景德镇学有没有技术 三星拉面车往景德镇去 跟司机说说 坐在后头那碰里边 到车站大概不是主律师 有乱七的地方他都躺了躺一夜 但是到景德镇以后 人家一问你是哪里 我说河南焦作的 行内都知道 焦作宋朝时候 瓷器是非常有名的 最有名的瓷器是哪一种呢 就是那个脚胎瓷 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诊仓 说你们现在那个瓷器有人做没有 我说没人做 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要去恢复这个当用脚胎瓷 天天来着刨碎瓷片 都要去村里边村外边勾勾勾看看就跑 这次 它跑出来 两个碎瓷片 拿着专家们一看是这个 用了三年时间把手工编划的技术完全找了 但是烧不成 陶瓷的烧制工艺 它是有温度曲线的 这温度曲线没有老师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消失时间太长 不同颜色的瓷土 高温下的膨胀系数是不一样 景德镇这些陶瓷的烧制工艺 是烧不成胶态瓷的 这些烧的全部裂掉 烧一摇坏一摇坏一摇 坏一摇就砸一摇 砸一摇就哭一场 没钱 把亲戚朋友都钱都借该了 都害怕我 气得哭 哎呀 这烧化剂都弄不上 是不是都不行了 这一摇 你看煮饭的烧化剂能定上 然后把气投上去以后 温度再上去 这样子那一摇 最后是烧成了 又设置了 纹路也出来了 高兴的哭了 骑车自行车都抱到家家我看 我说比生活还高兴 艺术创作 它是非常难的 前些年啊 我就是要创作一个 丰收那个题材 可是创作了半年呢 我做的泥盆都摔掉 很不满意 一天下午呢 到后山去散散心 有一个南瓜营 掉了一个南瓜 这是丰收式秋天的那种景象 我就把这个南瓜弄回来以后 改掉三年 改成了这个锁谷 今天这个南瓜 又像南瓜 又像大蒜 又像柿子 又像洋葱 又像苹果 它展现的是秋天 丰收式的那个景象 全国获了金子养 2013年 入选 九年义务教育 美术教材 艺术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 好 这几个瓶子 装到这个车上 到上海参展 OK 2014年 获得国家飞舞制 瓦遗产 获得国务院政府 他的今天 这脚胎子穷我以后 就不会让他再试穿 把我们祖先留下的文明 世时代代传承下去 是我们传承一个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